反正我就是要谁便宜 谁的良率好 我就找他 中国大陆厂商在这些方面 说实在不遑多让 跟台湾的这些竞争力 其实已经几乎并驾齐驱了 富士康重回中国大陆郑州的布局 我们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 横扫全球 在2022年中国大陆实施了动态清零 结果在富士康的郑州厂区 发生了工人大规模出走 徒步返乡的情形 后来疫情结束之后 富士康又把部分的产业链 转往到印度 但今年7月看到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在河南省委书记刘洋生的见证下 与河南省长王凯 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要投资郑州 郑东新区 10亿人民币 折合台币是45亿 要在大陆推动3加3战略 什么是3加3战略 画面的中间我们给您看 就是瞄准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三大新兴产业 以及人工智能 AI还有半导体 还有就是新世代移动通讯 这三项新技术的领域 而根据台湾风传媒的独家报道 引述了前Google CEO Eric Schmidt 他的说法 认为鸿海在郑州 砸下重金投资 不只是为了iPhone的高阶手机生产 而是郑州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电动车 和新能源电池的带动重镇 富士康就想要抓住机会 进军高端制造业 深入更上游的零件生产 甚至是关键零组件材料 好 问题来了 富士康的布局战略 我们怎么看 他们要如何从 刚刚提到 劳力密集的组装代工 现在要转往 这个关键零组件材料的供应商 这个方向去发展 另外 特别想先请教向老师 您怎么看郑州本身的投资条件 河南其实在自古以来 它就叫做天地之中 它其实临近安徽 陕西 湖北 山西 河北跟山东 说实在的 整个富士康的布局 在全球有75个海外工厂 在中国就占了7个 对不起 28个海外工厂 7个在中国 然后其实从4月开始 就可以看到他们在他们的官方的微信里面 就开始在po 增财 启示 他们要提供所谓的入职返费 那入职返费就是说 你如果来我这边上班 待满三个月 就是所谓的90天 然后我就给你 当时是4000块 然后一直到了7月 目前已经陆陆续续 遭到了大约5万人 那他的所谓的基地奖金 也从原本刚刚说的4000块 涨到7500块 我们去看这个时间点切到也可以说 其实这个时间跟iPhone 他的预售的时间 跟他的制造时间 有着算是有个相互对应的关系 那其实之前在美国 他有去讲一个叫做 China Plus One的部分 那使得其实很多国外的公司 去所谓的有岸外包的国家 包含印度 还有波兰跟西墨西哥 红海当然也去印度了 但是他印度遇到的问题是怎么样 他的能力素质比较 没有像中国这么好 也就是说我做出来的东西 量力会比较低 那再加上富士康也会去越南 那这两个国家 他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 就第一个 我原物料很多还是要从中国去进 那我组装还是要倒回到中国 那再来就是我的电力相对比较不稳定 那再加上刚刚提到的 我的能力素质并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全盘考量之后 要再加上iPhone 他的时间 那回到中国 目前看起来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再加上刚刚提到的3加3战略 那包含刚刚提到的瞄准电动车 数位健康跟机器人 那在中国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电动车的供应链体系 那再加上我这边可以用 比较便宜的方式去做代工 那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我离产地近 我离供应链近 那我做出来的东西 相对会比较有竞争力 新能源的这个领域 确实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可以看到 不但是这个领航 而且确实在这个市占率上面 有非常大 那风传媒也引述了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看法 就是香港理工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的助理教授 叫李正邦 在画面当中是这位他的观点 指出地缘政治与市场考量 也是促使富士康回头拥抱 正中的关键原因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刚才提到说 富士康也到印度去 但是他认为 郑州厂的定位和印度厂不同 主要是为了生产苹果手机的最高顶级 或者是高阶型号 而且产品相当有可能是特供中国的版本 因为一旦未来中美科技战再度发生冲撞的话 那么这个安排就能够保证 中国大陆在地的生产链是安全无余 好 那投资中国大陆也投资印度 马老师您看 因为其实坦白说 印度我们也知道 它这个摇摆来摇摆去的 这个也不见得会照着美国的科技制裁的政策走 那为什么富士康这么快就发现说 印度没有办法成为他们一个 很强而有力的备源基地 印度厂最主要的问题 刚才江老师有提到一点 就是包括人力素质 我也听到了原物料的问题 还有哪些 我想这个 沉着刚才江老师的话讲 就是第一个 它人力素质的确有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很难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大概有14亿人 但是它的这个不适自律 就文盲还占了33% 在成人里面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适自律 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这个整体的人民的教育素质 其实没有办法太高 那这个结果就是 它会造成这个产品的良率不高 那良率不高 其实对企业来讲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我想在印度 第一个问题大概是人力 第二个大概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因为印度现在它的这个 整个国家非常的大 那它资源其实分配不是非常均匀 那在这种过程里面 其实它的不要说交通运输建设 它的电力其实水力 其实都不够 那在这种不够的情况底下 还有其实媒体有报道 就是它的这个 像我们的厂在那边设的时候 这中间还还有人会去偷接电 它会吃掉一部分的电力 会造成这个厂 这个工厂运作的一些困难 那我想这个大概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基础建设 那第三个 跟中国大陆比起来 中国大陆因为中央希望吸引外资 所以每个省都是 竭尽所能的去招商引资 那这种情况底下 各个地方政府会提供很多的优惠 给来投资的厂商 可是在印度相对来讲 它没有这样子的竞争机制 所以对于印度政府来讲 它在招商的过程里面 其实能给的条件不见得很好 然后能给出来 答应你的条件也不见得做得到 印度想要给 但不见得能够给这么好的条件 是吗 或者是印度人有的时候承诺事情 他不见得会做得到 最重点 对 那所以这个就造成了 就是富士康 他现在在投资印度上面 是的确是缩减 可是他配合苹果的供应链分散 他还是在增加苹果的生产比例 在这个印度的部分 他在2025年他达到25% 现在已经达到大概20%几了 所以我相信 富士康还是 如果只有只谈苹果供应链的这个问题的话 他的确还在增资17亿 在那边增设苹果iPhone的制造的工厂 但是金元投资的部分 fail掉了 就去年7月 因为穆迪想要把印度打造成金元大股 那当时鸿海要投资 170几亿的美金 但是后来这个案子 就是鸿海评估 这风险太大 印度一直雄心勃勃 可是他们距离中国大陆的实力 恐怕还有一段差距 但刚刚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鸿海就是富士康回郑州这件事情 在大陆微博上面 倒是在半个多月来 这个话题不断 然后呢 以这个标题说 撤离中国的富士康 为何又要回来了 这个话题的阅读量 竟然高达超过了1400万次 好 那么一位曾经在富士康 重庆厂区工作8年 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李小姐 受访的时候就直接说了 他说 以前在富士康厂区的待遇 就比本地工厂加倍好 每个月工作20天 每周双休 每天工时18小时 月薪是4000人民币 那因为电子厂的流水线 合理的工作量 再加上薪资水平高 所以很多年轻人 都愿意选择富士康 或者是像广达这一类的台资企业 根据中国大陆的 国家统计局8月的数据 就看到7月份失业率 就青年失业率是17.1% 比6月提高了3.9个百分点 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那我想问大使的是说 随着现在我们看到 富士康的招聘 刚才江老师也提不到了 目前的话 至少已经有5万人 有助于缓解 目前大陆的青年失业率吗 您觉得 当然有助于 我想对于郑州 就是一定要很大的注意 对不对 非常欢迎他们回去 不只是郑州 大概附近或者全中国 想要找好工作的话 这都好机会 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制造业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怎么讲 是一个雇用的单位 大规模的时候 我听说 富士康整个在中国大陆 曾经他说 他用过上百万的员工 同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雇主 所以从创造人民就业机会 提供人民就业机会来讲的话 我觉得像富士康这样子的 这个产业 大陆应该是极力争取的 所以加上就是说 中国大陆面临一个 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个所得不断地提升 然后产业不断地升级 那很多产业 就是说劳力密集的产业 可能就会从中国大陆 移转到其他地方去 像越南 东协的国家 甚至有跑到印度 就跟我们台湾也经历过这一段 就是说劳力密集的产业 最后它就会慢慢外移 那再加上中国大陆 又变成一个特别严重的 地缘政治的压力 也就是美国在切断 中国这个供应链的过程中 有万万爱包 它会就是说 你有中国成分的 中国元素的这些产品 它就把你这个抵制 不让你这个销到美国市场 而且串联美国的这些盟邦 一起来做 不然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制造业 都会形成这个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更不要说 如果说是这个 如果川普上任以后 那他对中国大陆提高关税 是 100%关税 那不要说这个外国 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中国大陆本土的产业 他也要移转生产基地 把他的所谓的这个 习产地 他这个所谓的 他的 Made in China的话 就要 100% 那如果Made in Vietnam 是5%的话 我现在要提早因应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 事实上的话 是一个面临挑战 在未来是非常非常严峻 所以这次富士康 我觉得基本上又回到郑州 其实证明中国大陆的环境 还是有它的足以吸引 就是说这些各大厂商 到中国投资的 不过投资的这个条件 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必须要 怎么讲来 未雨筹谋 这个 要开发新的产业 然后呢 你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就业市场的人力 好的结构 这势必会转变 对 势必转变的话 那你整个教育体制 你也要跟这个人力市场的 这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要能够配合 大家都去考大学 那你事实上的话 这么多大学毕业生 他是不是有这么多工作给他呢 对 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你的教育体制 要跟未来的 可能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 要做一个配合 另外新的产业 照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的话 这是必然的 制造业 它在你整个GDP比例 事实上会慢慢被这个 服务业会所取代 那你怎么样去迎接一个 这个有竞争力的服务业 或者去培育 或者是准备 服务业方面所需要的人才 像中国大陆最近 把这个观光业的 免签 免签 以取消开放以后 很多地方的这个观光业 那么就蓬勃发展 希望起来了 那你观光相关的产业 是不是有足够的专业 人力资源 已经在训练 这也是一个很专业的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大陆它面临的挑战 所以 富士康回大陆是个好事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可是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 必然的普遍性现象 来期待 我们要来看到 每一年的下半年 iPhone的发布 都是有这个 指标性意义的事件 那根据苹果的供应链消息 据说这几个月 苹果已经两度追加备货量 让这个新机的货量 达到了9500万部以上 这回iPhone16的代工组装 会花落谁家 根据数位部落客 定交数位的说法 iPhone16的代工 大部分还是在中国 而不是印度或越南 现在这高端系列呢 有很多是从这个富士康 转到了比亚迪 那比亚迪现在悄悄成为 这个iPhone16的重要代工伙伴 苹果过去呢 苹果是个大陆智慧型手机产业链转移到 印度、越南、东南亚等地 那现在是要把这个重心 重新调回到中国了吗 黄老师 苹果其实它并没有远离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当然我们从在2020、2021左右 你可以看到苹果好像慢慢 因为美国政府的压力或要求 拿掉了一些供应的厂商 可是你看从2023它就加回了一些 譬如说郑和集团 本来被拿走的 一年之后放回来了 表示美国商务部其实放行了 只要它不是进行那种非常尖端的 那些科技制造相关的这些领域 其实包括像宝泰、三安光电等等 其实他们都一直在苹果的供应链清单里面 而且苹果有些人都会把两岸 当成一个竞争的对象 当苹果在大陆的供应链清单的厂商 多的时候台湾常常就会下降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真的有这个相关性 可是很明显就是苹果反正 我就是要谁便宜 谁的良率好我就找它 那中国大陆厂商在这些方面 说实在不遑多让 跟台湾的这些竞争力其实已经几乎 并价期趋了所以苹果只要看谁的成本压的低 那这台湾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 另外还有就是为什么苹果的供应链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大陆 还有一个概念是当苹果把这些它的供应链往印度 往墨西哥走的时候呢 它还有另外第三条路是往东南亚 可是在东南亚其实你仔细去看一些供应链厂商背后的资本控制 还是有中国大陆的资金 也就是我绕了一圈我离开中国大陆只是到比较远的中资掌控的企业 也继续完成我苹果供应链的这些供货 还有这个行销等等的 那更不用讲说苹果说实在如果它因为供应链对中国大陆这样抽掉的话 它在中国大陆的手机的销售一定会因为爱国心而又受到了影响 所以苹果算来算去当然中国大陆成本低技术OK 再加上要维持苹果手机在大陆销售 所以它的供应链短期内我看不出来它会把中国大陆厂商大幅度的把它清掉 这些供应链短期内的供应链短期内